63岁资深男星许乃琳和空姐老婆汪嘉莲结婚34年 育有二子一女 是外界公认的爱家好男人 其实她不只疼妻小对母亲也十分孝顺 看着妈妈辛苦一辈子为单亲四弟抚养三个孩子长大 许乃琳甘愿在她病重时替她拔十把尿毫无怨言 虽然妈妈离开我好几年 我无时无刻都会想到她 据中时电子报报道 许乃琳从小在眷村长大 父亲是职业军人 常常不在家妈妈为了补贴家计到处打零工 她跟着母亲拔花生清激愤 还要替公鸡配种 心疼表示妈妈手上全是鸡爪印 她记得村里有第一台电视时 大家一起看着光鲜亮丽的明星 许乃琳在心底默默发誓 将来一定要当明星 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学生时期的许乃琳 每天回家书包一放 就主动洗衣擦地做家事 她是游泳代表队出身 拥有帅气外貌 高大身材 高中毕业后 只读了半年体专 19岁就北漂 踏入演艺圈工作 我到台北打拼时 我们一家五口都住不同地方 那时我就想 我一定要想办法赚钱 让一家人能聚在一起 当许乃琳闯出一片天 也结婚成家后 对母亲的照顾更是无为不至 妈妈逢人就说 我们家乃琳啊多好多好 只是晚年 母亲罹患了胆管癌 一度送进家户病房契切 医生判定可能撑不到半年 母亲在医院的那段日子 许乃琳亲自拔石拔尿 因为妈妈不让别人做 当时七小都在加拿大 她每天起床去行天宫拜拜后 就去医院陪妈妈 持续了一个多月 家人亲友都劝她该准备后事了 但许乃琳不愿面对 她认为 一旦开始就好像真的要让妈妈离开了 后来 母亲的病情奇迹丝毫转 出院后甚至还出国玩 许乃琳感念老天爷 让妈妈多活好几年 最终在91岁离世 直到现在 她的手机桌布放的人是两人合照 每年固定去墓园看她八到十次 虽然没有直接说出 我爱你三个字 却已经用行动再再证明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